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比格科技 上一次发布的魅族16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 这一次魅族乘胜追击同时发布了三款手机 分别是魅族16X、X8和魅兰V8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其中的魅族16X和魅兰V8 16X有三种配色 分别是燕墨黑、乳摇白、晨曦晶 V8高配有耀黑和雅精两种配色 而标配有磨砂黑和纯白两种配色 16X正面继承了16的无刘海全面屏设计 也是旗舰极简的设计 而且同样用了三星定制100Hz采样率的6英寸Super AMOLED屏幕 分辨率为18比9的2160x1080 左右边框仅为1.38mm 屏占比高达90.62% 机身尺寸与石榴大致相同 重量仅154g 侧面与背面的布局和旗舰16一样 不一样的是16X使用了一体式金属设计 燕墨黑和晨曦晶可以看到家族式的弧形天线 乳摇白则是用了与魅族15相同的第二代工艺 用顶尖的卡绣西料打磨成隐藏式天线和陶瓷质感 手感非常冰凉丝滑 V8正面则是HD加的5.7英寸LCD屏幕 83% NTSC色域还原准确 加上450尼特的显示亮度 可以轻松在室外使用 高配背面使用的是全金属纳米注塑 使用了旗舰机的一刀切天线工艺 标配则视为聚碳酸纸机身 标配的纯白色看起来领有当年MX3的感觉 高配的闪光灯在摄像头上方居中对齐 标配闪光灯则是隐藏在摄像头下方的开孔里 16X和V8都支持双卡 而V8支持128GTF卡的扩展 16X依旧继承了魅族的对称设计 就连V8标配的外观设计都没有松懈 魅族对外观设计还是有着绝对的执着 并且一直保留在每款作品上 16X的指纹也使用了跟16相同的技术 识别速度0.25秒 识别率99.12% 吸屏状态下在特定的角度 可以隐约看到略微倾斜的指纹模组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指纹信息 来提高解锁的速度 V8两款机型则是使用了背面指纹 V8与16X的指纹均可支持各种程序支付 16X和V8高配开启面部识别 也能做到拿起屏幕就快速解锁 想起当年魅族把正面指纹做到了千元机上 而现在又把屏下指纹做到了这个价位上 试问除了16X之外还有谁 16X这次用的是高通的准旗舰骁龙710CPU 这颗CPU用的是与845相同的第三代Pryo架构 10nm制程 主频高达2.2GHz 由两颗CA75和六颗CA55组成 GPU为Adreno 616 搭配845同款HESIC685AI芯片 性能和虚航能够做到极致的平衡 由于成本的控制 16X虽然用的是EMMC存储器 但在安装大型游戏还有拷贝文件的时候 并没有落后16多少 DDR4X的6G内存配合骁龙710 在加持Flyme甩电启动的优化 就算打开多个程序 与旗舰16也相差不大 V8高配使用的是4GB内存 加最新的MTK-P22 采用12nm制程 标配使用的是3GB内存 加MT6762 V8和16X的游戏性能究竟如何 我们实测了王者荣耀 刺激战场 拳王命运这几款游戏 得出了以下数据 虽然16X处理器的游戏性能 相对845来说只能算是刚好够用 但续航的成绩却比845要好上一大截 配合MCHARGE闪充 基本消除了续航的焦虑 对游戏要求不高 但续航又有要求的用户 可以侧重考虑这款机型 16X配备的是与16相同的IMX380相机模组 采用红软算法 四轴光学防抖 拍照素质也做到了一样 详细看下面的对比图 先来看下面两张室外的高楼细节对比图 完全分不出哪张是16或16X拍的 放大看远处细节 成像锋锐程度直逼相机级别 再来看室内光线成像 不仅色彩通透 质感也是处处展现了IMX380的威力 完全是第一梯队的水平 室外夜景下 16X也可以保持出高水者的锐度 加持红软降噪算法的天空 纯净的找不到任何噪点 人像模式下 对近距离物体的边缘虚化处理得十分准确 像出自大光圈镜头的照片 V8高配配备了双摄1200万加500万 标配则是单摄1300万 16X前置为2000万像素 支持前置虚化 拍出来更有质感 V8前置为500万像素 配合Flyme AI智能美颜 不化妆也能拍摄出更美丽的自拍照片 IMX380这颗CMOS 经过了魅族15跟16的调校后 在用到16X上已经是得心应手 有了好硬件和好算法的支持 拍出好照片简直是信手拈来 16X和16相比 少了845 地体扬声器 横向线性马达 但保留了相同的外观屏幕 还有屏下指纹 甚至连IMX380都保留了下来 而且长续航的骁龙720 照顾了有续航要求的用户 价格也更加合理 在同等价位里找不到同配置的对手 售价方面如图 这两款机型的价格定位 总有一款适合你 至于还有一款定位中段的魅族X8 究竟如何 我们将在近期继续为大家揭晓 好了 今天的评测就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